新加坡武装部队昨晚首次在F1一级方程式维修大楼进行反恐演习 以加强应对任何的威胁保障国家安全 在接获人质被挟持的情报之后 新加坡空军部队出动了超级美洲爆直升机 前往出示地点F1维修大楼 同直升机循着绳索降下的一批特别行动部队 迅速冲入大楼抢救人质 解除恐怖威胁 这次模拟营救人质的演习由特别行动部队主导 连同生化武器 辐射性物质 爆炸物防御组 以及医疗急救队等其他单位携手展开 新加坡武装部队表示 城市环境的反恐演习能够带来有效且实际的训练 武装部队随时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威胁 以保障国家的安全